在上周末,北京保利拍卖行十周年秋拍公开征集活动也在我们奥克兰举行 上周五,在拉罕姆酒店举行了保利拍卖十周年海外公开征集活动 下面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新西兰的朋友们你们好 很高兴我们有幸来到这片美丽的国土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了新西兰 我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的首席代表张景 谢谢,那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公司的历史吗,已经有十周年了是不是 对,保利拍卖公司今年是第十个十周年 然后目前是国内第一大拍卖公司 一年的拍卖成交额在一百亿以上 我们在国内已经成立了厦盟保利拍卖 三东保利拍卖,同时在香港也成立了我们的分公司 文化公司在香港也上市了 我是保利拍卖中国书画部的业务经理 我们中国这个拍卖公司中最大的就是保利拍卖 只有也是唯一一家来新西兰这边做这个艺术品的征集活动的公司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团结就是说海内外的藏家 把中国的艺术品带回国内分享给众多更多的爱好者